這兩個人是唯二名單嗎 你抓到的 唯二十名單 唯二十 我一人 偷區就是叫零次跟五十五次 謝爾萱前妻Kiana跑核彈機內幕 偷情故事全接囉 其實這件事情我本來就不打算說 要爛在肚子裡 竟然和前夫阿庫謝爾萱 爆料大亂鬥的KT 接手3D新聞網專訪 爆出核彈機內幕 他有提到那個 你的那個特殊的那個 私立生活的癖好 現在有提告了嗎 有 昨天中山分局處理了 妨礙明語 不時的報導跟指控 都會做一個提告的動作 不只是他個人 甚至於是其他渲染的媒體 這個爆料大亂鬥是這樣的 起因是吳卓院姓朱炫陽感情風波 和無鬧翻的前姊妹陶陳芳語 在歲上儀式落井下時 看不下去的KT 立刻回溫間爆料 為何在錄音室裡 跟我前室友胡X做X呢 阿庫被調中後 在臉書曾經出 為了像其實是Tiny 還爆料KT的特殊私密癖好 結果不時造謠被告 KT跟陳芳語的恩怨也公開了 你好像 並沒有那麼的善良 我也想讓 讓大家知道說 我曾經也是受過傷害的 那我也希望說 你不要以落井下時的姿態去做這件事情 那個時候你發現他跟阿庫的關係 就是那時候你剛剛在一起 交往一陣子了 對其實他沒有跟我說的話 我其實不會知道這件事情 我也不可能去聯想到這件事情 我是一個蠻放心對方的一員 我可以放心 兩個人在單獨空間自己去工作 表示說我對這兩個人都是 抱持著善意 我不會把他想成是壞人嘛 事後他跟我講的時候 我當然是很正經啊 我當然是嚇了很大一跳 怎麼會這樣子 你怎麼會這樣對我啊 他怎麼會這樣對我 其實蠻難過的 我敘述的方式可能會讓大家覺得說 我好像是在吵新聞 正在受害者的角度上 不管這件事情過了十幾年 二十年 他就是一個傷害 我什麼時候說 都可以吧 後來還容忍了很多次 就是你發現他就是出軌啊 我這個人就是常常被講 有那個聖母性格 我真的勸各位小朋友 小朋友大朋友們 不要有任何的聖母性格 覺得可以改變一個人 就像我說的透區 就是只有零次跟無數次 這兩個人是 唯二名單嗎 抓到的 唯二十名單 唯二十 一人有小摸 不管是招感情背叛 或是與新二代創作歌手 緊抱過去可以提全招了 5月12晚上10點清鎖定 娛樂新聞紛專 小記者大明星節目 有更多核彈極猛料 我的狀況蠻多的 焦慮本來就有 我有遇見 現在的話是主要是照著 現在還好 然後恐慌 恐慌比較少發作 之前就是狀況不好的時候 爆出了三二七男孩的事情 你說Oursing 對對對 對沒錯 這個事件就是讓 我去想到 去明白到說 兩個人交往的關係的定義是什麼 不否認我就是個戀愛腦 但是我現在就是想要一個戀愛腦的覺醒 我一樣可以戀愛 但是我不能夠完全迷失 我常 我常跟我的好姐妹講 發生關係前 先確認關係 但是我也覺得 謝謝 他也是給我 提升經驗值的 上一堂課 對對對 上了很大一堂課 哇這堂課好長喔 所以這三二七跟OZ 是有關係的嗎 當然有關係啊 你看這個就是一個Z 我就是泡油暈船嘛 5月12晚上10點清鎖定 娛樂新聞紛專 小記者大明星 再次 2日 2日 4日